恩师的白话训 弥勒内怨和弥勒外怨的差别 凡是天道弟子必知 岁次秉身八月念五日 慈孝佛堂 身杖口恶邪念 扰烦恼 无边四圈套 人生夜海苦难牌 名师只处至善保 老那乃是 二师 难平济颠 是也功领 母命降临尘消 隐身早已 母驾朝问生 徒儿身心皆安好 济宫老师白话训 人生活着做什么 成仙做佛超生了死 做人没有格的话 下辈子还会当人吗 沾了天恩施德 你们看到老师会高兴吗 会 可是有人反应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在受考时 满腹委屈 有很多话想跟老师说 看到老师 还没有开口 眼泪一直流 想要大哭 这样子倒是修到哪里去 修到修到家里有人往生 你就一直哭 表示你到心没有修到至唇至净呢 这个净通 这个净字 这是什么在作用 心 心在哪里 你给我看看 老师马上考验你 是不是得到真正的三宝 有人修到了五十年 结果心还比错位置 不是白修了啊 你来求到 得三宝那一天 老师急着你们点船师的手 只在玄关翘那个地方 玄关翘有什么作用 那是通天的门户 有讲师时时讲三宝 讲到最后 你猜怎样 心得是什么 竟然不相信名师一点 自认为很有学问 怀疑头上有一个洞 就可以回天 无缝锁 为什么要加一个锁 锁你们的心缘 锁你们的一马 心狠乱石 六神无主时 赶快回到这一点来 佛教的经典好不好 基督教好不好 回教好不好 回教说回会之地 基督教说十字架 三教五教本来都是一家 说来说去 就是再说这一点 佛教的经典讲得很好 他们也很诚心 人人身上都有那一点 万书归一本 一本散万书 你们老前人白水圣地说 道在自身 身外无道 离开明师一指点 所讲的都是教 所以这一点重不重要 你如果不肯定这一点 你的道就白修了 明师一指点 就是超生了死的无上法门 修到有没有痛苦 修得像弥勒佛一样快乐的举手 可见得你们有很多苦 要跟老师说 遇到台风会不会苦 得到明师一指点 如何善用 守护一念 没有求到的 要如何善护这一念 佛教的经典 可以看 但是你会觉得不舍的是 法师讲得很精彩 因为没有明师一指点 讲经都在外围 你们今天得到了 大难来时 一口气没来 要怎样 你们要待业往生 还是敬业往生 敬业往生 就是修得清楚了 该还的还完了 钱钱静静的 待业往生呢 待 就是待去 六万多年来 你做了什么事 今天我为什么来讲这些话 因为现在末后了 元秦债主讨得很严重 大家都很紧张 天地大的收数要来 你欠人一千万 只还了五百万 可是老板工厂不开了 你没钱赚 欠人的尚未还 元秦债主十分烦恼 只要逮到机会 就要你死 所以老师要来这里讲清楚 说明白 你得到明师一指点 有在修办 你人在哪里 你的佛堂就到那里 比如说天灾台风墨兰地 又有马勒卡 马上又有梅基 你们住在北部的人 没有感受到 住在灾区东部 南部的人是不是很辛苦 一辈子开垦一块的 可以耕作 大水一来都冲走了 卫生的工具也没有 一切的心血赴水流 那种痛 生活的那种无奈 没得吃 没得用 有没有很艰苦 整个屋顶都掀了 要怎么住 台东很多灾区 小琉球都变荒岛 那种环境 如果是你去住的话 你会怎么样 到时你们还哈哈哈哈笑得出来 你们如果还笑得出来 老师说你很高超 笑不出来 是正常 因为你们是人 老师要说的是 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 天灾是人祸惹起的 每个人都会在这天灾人祸 天使紧急之下 生老病死 目前身体很永健嘛 即使你有体力去跑马拉松 你敢保证下个月身体都还好好的嘛 所以说 人生无常 你看到同修道友一个一个死去 天灾人祸种种无常 使得你心不安 或是出去开荒开佛堂 佛堂被收起来 心里有没有一个压力 有没有一个愧对 有没有一个内疚 这就是内心不安 万一不小心被车撞死 就是待业往生 这样讲 会不会绝 德老师很粗鲁 生死本来就要拉平 生死就在一线间 生也快乐 死的时候也要很欢喜 这样才是修道人 你的内心不安时 那一口气不来时 就是待业往生 所有的业 身 口 意 六万多年来的业障 跟住你 所以你待业往生 如果说 你现在很认真 过去很认真 未来也发大愿 原情债主放过你了 未来你睡着睡着就去了 你就是敬业往生 敬业往生去到哪里 李天 你到弥勒内院和弥勒外院 结果是差很多啊 你从小菩萨到大菩萨到未来的阶段 要很多节 很多千年的修炼 你才会达到 今天老师来跟你们说 怎样降服内心的不安 好不好 当你的心可以调伏内心的不安时 敬业往生的机会 还有很多的脾气毛病 还有很多的贪 撑 吃 慢 疑 还有很多的人我像 分别心 对待心 当你有这些心的时候 你的内心一定不安 那股内心的不安怎样降服 如何降服内心的不安 第一就是要放下 你能降服内心的不安 你才能敬业往生 不管你做多少功德 办多少法会 度多少千人 内心不安定 都是待业往生 老师现在对你们要求 一定要调伏不安的内心 能调伏不安的内心 不管你只度了三个人 你一样是敬业往生 今天你修到半道 外在是福德 内心的清静才是功德 所以你要调伏内心的不安 才是回天啊 真正回天 人与天合 天人合一 现在大家把两只手高高举起来 感觉怎样 以你最大的局限 想象象你要举一个小时 那时会怎样 一定会发抖 对不对 开始酸了吧 好 手放下 是不是马上通畅 这是个比喻 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 没有办法脱离困境 就要放下 今天你不小心犯了一点错 被抓去监牢关起来 你跑得掉吗 除非你修了引顿之法 或观音菩萨帮你开门 让你出去 不过你的福报可能不到这个地步 有一天你想象 你的房子倒下来 你被困在那里面 瓦砖 石堆里面 呼叫无人 手机又不在你手上 无法求救 那时你还在做困兽的挣扎 你的身不能脱困 心就要放下 放下就好 一心求清静 用三宝 一手玄关 止于至善 清静宝田 台风吹不走 盗贼也抢不走 不断地默念无字真经 如果能报合同更好 万一一只手断了 可是自信没有断 要想到死在瓦砺堆里 也是累世的宿命 是报应 甘心接受这个事实 不要抱怨 说自己吃素15年 开了佛堂多少年 为什么还要被房子压死 因为你太爱房子 所以才被房子压死 这是开玩笑的 你太执着了 如果能把心安顿 不断地默念五字真言 你命不该绝的话 上天自然派贵人相助 如果你命已到终点站了 趁这已失了所有的业缘 你就回去了 所以要降服内心的不安 要先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怨恨 埋怨 放下你的银行户头 还有多少千万 放下你老婆有多漂亮 她漂亮跟你没关系了 她自己会有她的去处 放下你的儿女 那个时候不放下 也没办法了 人生的选择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紧紧握住 一条是轻轻放下 生死你可握住吗 不可以 你可以放下吗 当然可以 用心来放下 生就生 死就死 修道不是就要了脱生死吗 死到老母那儿 难道不好 这是你们要的目的 到时要死了 又不肯死 所以人有没有矛盾 因为矛盾 就有不安的心 才会不断地轮回 在人生苦海里轮回 老师说 明天后天衣服换一换 老师带你回去 你欢喜吗 欢喜 真的吗 老师也很难做 你知道吗 有一个阿婆 每天都在哭 老师啊 我不想活了 你赶紧来带我回去了 我就要死了 每天都在哭 老师看他今世累世 该了的也差不多了 老师要带他回去 他竟然大叫 老师 我是说假的了 我床头还有几百万枚花完了 老师 再慢一点了 老师要带你回去 还是把你留下来 所以话都是你们说的 你来修道就是不怕死 死即解脱 死怎么写 生怎么写 往上就是生 往下就是死 生死一线间 死了有差吗 死了换一个好一点的 比较美 让你相好庄严 不是吗 换一个心 你就心安了 什么时候 才可以内心安定 有人说 现在就安定了 回去就不安了 等一下看到老婆不在家 就不安了 刚才说过 遇到考验时 要怎么办 不埋怨啊 调服内心不安的第二个方法 是不怨天尤人 老师看到好多人修道修了几十年 以前可以依靠的爸爸妈妈都归空了 现在剩下他一个人 孤苦无依 身体又不好 现在道场有没有大考验 放不放命 有没有考验 有没有冲击 然后你也很矛盾 对不对 说不要放 看到人家放命的 道物办得很红盏 说要放 老师又说不能放 内心的纠结很大 对不对 那个时候会不会怨天尤人 我以前如果没有修道 没吃素 今天就不会这样了 所以老师听到很多徒儿在怨天尤人 老师 我现在很艰苦 老师 你在那里 老师当然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这就是考验啊 没给你考验 怎知你的心前进吗 没给你考验 怎知你的心平否 不给你考验 怎知你修行的功夫到哪里 遇到事情考验 不如意 千磨万考 你的心情是心平气和 你的修行功夫了得 如果遇到考验 不如你的意的事情 人生不如意 十长八九 遇到这八九 你就愿得要死 恨得要死 气得要死 心愿天尤人 修行就零分 老师常常要给徒儿加功敬果 你这一关能跳过去 就要给你更上一级 但是每个徒儿 老师看好他 往往在最后临门一脚 怨恨心 嗔恨心 贪心放不下 怨天尤人 无法里悦龙门 跳不过去 又掉下来 所以一直在前进 后退 前进 后退 老天时常在考察 你修行的功夫 修行的功夫 除了对外去度人之外 最重要的是 你要内修你的心 你的心是否平安 是不是和谐 你的心是不是快乐 你的心是不是安住 在那个清静的地方 若有的话 则超气入理 道就是让你超气入理 可是你们常常把自己绑住 李天在这里 气天在这里 向天在这里 你们的立足点在向天 你们总是卡在气天 只要进一步就可以往里天 却常常退回到向天 老师看了实在不忍心 老师这个三草老师的名号 如果带回天的只有十个手指都算得出 怎么见老母娘责任未了 我也没办法回天交职 大家要好好修 不得已在这里拜托你们 一定要修回去 好不好 好 出口就是怨我 调福不安的心 还要怎么做 欢喜做 甘愿受 你就是认命了 认命 你才有这么好的果报 坐在这里 不然你可能躺着 躺着比较舒服 还是坐着比较舒服 选择坐着比较舒服的 是有智慧 让你躺在病床上 什么也不能做 你要不要 人生不要贪安逸 活着做人就是待业 业就是磨 磨才能聊业 你这一世修得很艰苦 让你都不想活了 磨得让你很难过 那就是在宵夜 刚才阳点传师 讲过了众业轻瘦 今天你求到 凭着你们被弥勒祖师 你们师母 老师就不用说了 的避音 这个避音就像一只雨伞 你求到了 躲在这个伞下 稍微遮封闭雨 才少受苦 你没有求到 你可能要连本带利还人家 你现在的苦 还不止这样 加十倍 百倍都不一定呢 所以你今天求到 好命你都不知道 你受一点苦 你就觉得苦 老师要跟你讲 你要明白 你自己欢喜做 甘愿受 对不对 再来你要求他立的相助 好比你家人生病 医生说 可能在家后病房 不一定能走出来 这时你就要面对生离死别 人生最痛苦的事 要怎么做 求老师 求老母娘比较大了 你们有没有佛堂可以去 有佛堂可以去 真是值得恭喜的事 到佛堂作医 跪去忏悔 自己没有忏悔 怎么求 调伏内心不安的第三个方法 是忏悔 忏悔也是让自己内心安定的一个方法 忏悔 忏悔有磕多少头 一千 才能表示诚心 会不会磕忏悔头 老师教你们 作医 贵 明明上帝使叩首 愚夫愚妇 XXX 六万多年来 神口一夜及所有无名 造作无边的罪孽 无边的罪业 无边的恶业 无边的罪过错 以并叩求老母大慈大悲 赦罪容宽 凡人的愚痴 造成这些冤亲债主的痛苦折磨 我今天在老母连前求忏悔 请老母慈悲做主 我现在真诚地忏悔 永不再犯 一千叩首 这就是忏悔 你去试看看 当你忏悔头一千叩首完之后 你站起来时 你的内心是安定的 是清静的 是稳定的 你试试看 有人试过吗 调伏内心不安的第四个方法 是发愿 发善愿 尚未亲口的 从今天开始亲口 无法亲口的 发愿这一世不去杀害众生 不杀业 好不好 愿 是缘心 你本来泪结就在天上发的愿 发愿也是安顿你内心不安的方法 为什么 你在发善愿时 诸天仙佛在旁护法 老师也有筹码 跟冤亲债主商量 人家已经发愿了 注意善书两百万 有没有 你发愿的时候 你的冤亲债主看到你的诚意 就会放手 他不干扰你的时候 你就不会莫名其妙发脾气 莫名其妙想哭 莫名其妙心不清静 那是无形冤亲债主给你干扰 无名活起来 想去杀人 也是无形冤亲债主在给你作弄 锁 以你的心有没有顾好 守住清静的心 不要随便发无名的火 不要起心动念 现在只要你起心动念 恶念稍微移动 无形的冤亲债主和魔 就来助一臂之力 本来想杀人 就没办法控制自己 你就想去做更多的坏事 也没有赶快还清 你的冤亲债主让你造更大的业 目的是什么 不让你回天 把你拉下去 这样听懂了吗 所以要你们发愿 调伏内心不安的第五个方法 是感恩 你时时感恩 时时忏悔 都是修道必修的功课 感恩使 吗 感恩你能得到 这至尊至贵的大道啊 感恩老 母将道之恩 感谢老祖师啊 感谢师母 感谢你们老前人 前人的恩啊 感谢你的点传师 你的银宝师啊 当你在感谢你的点传师时 你会不会去埋怨点传师 对你不公平 现在道场就是道考 道考就是道亲在考 同修在考 上考下 下考上 现在就是颠倒考 你当总统 说你做不好 别人做错的 也说他对 让你气得蹊跷生烟 要比输赢 当你赢 也是输了 因为这个考 倦你得零分 安顿内心不安的 第六个方法 是试透考题 每一件让你欲足 让你很生气的事 嗔恨心起来时 请记得 先冷静一下 提醒自己 上天又在给我考试了 我要好好写 平心静气地写 内心安定和谐地写 这样子 你就可以过关了 实情这是考题 这是天时啊 天顶地鲁 借人借势来考 就是要考验你们 让你们更升上一级 所以你们不要每次 从向天到弃天 然后又到回来了 好吗 好 这样子就枉费你们 得到老母至尊至贵 亘古不清传的道 下下园会 你还有机会求到吗 你会遇到 银宝师来找你吗 若是投胎在非洲 你银宝师找你的机会 是万分之一呢 今天你出事在台湾宝岛 想听课就来佛堂 想唱善歌 可以唱到整个晚上 也没有人来取缔 要是去越南或中国大陆 可以吗 顺便带一点 你们有去大陆开荒 请小心 北京公安局下公文 给一贯道总会 柴屋抓人 不审不问 抓去官也许直到老死 那边经济起飞 不再平凡 平淡 平时 生活也越来越奢靡 蛇迷就造业 本来成熟的 求道半道的姻缘 就被打断了 这也是天意 你们也不要太注急 佛像毁掉或者充功 不发还 这就是无常 已经通知了 你们还要来 老水还潮 要低调地还 不可以大张旗鼓 不可以发传单 老师看了都心惊胆跳 人家问你为什么要吃素 你可以说信观音 礼拜弥勒佛 说是佛教 也可以了 但是佛教他们提倡弟子规 讲人伦道德 敢化一方 发扬刚长伦理 影响力太大了 打前锋的人 现在都被禁止入境了 虽然是老水还潮 老师可不希望你们去半岛 轰轰烈烈地牺牲 因为你们的功德还没有圆满 调服内心不安的第七个方法 是清净心 常保清净心 净 就是佛的国度 常住清净国度 不受外境的影响 没有贪嗔痴 如果等下出去 十二级强风就要来了 你可能无法回家 要你留在佛堂一晚 你的心就开始不安了 已经出来一天了 老公找不到我 怎么办 没有人煮饭 不安的心就一直出来了 老师说 今天留下来 你说很好 这里佛光普照 有这么多的前嫌来作伴 大家来谈道论选 有着清净心 你就过关了 知道吗 这样可以做得到吗 做得到的举手 有人很勉强 才六十分 老师现在把你当博士生 要七十分以上 才可以及格 你能常保清净心吗 可以试透考题吗 可以用感恩的心 对待一切吗 可以发愿心吗 什么愿都发 好不好 度人好不好 才师好不好 无谓师好不好 三师都发 做得到的就去做 山上有要搬石头 你也可以去 现在梅姬要来了 你要发个大慈悲的善愿 不能等它已经在吹了 再来念 就来不及了 等一下回到家 把家里安顿好了 开始做功课 念弥勒真经 清净经 心经 往生净土神咒 灭定业真言 恩波罗莫林 陀佛 陀宁萨婆 念经 持咒 念佛 既功活佛就是真经 也可以念 回向给所有众生 罪恶业需消除 保佑 保佑台湾岛 及临近各国所有人民 生命财产的安全 让大家平安过日子 安居乐业 这就是大善愿啊 你现在是人 就做人的事情 对不对 这就是发愿 你说你们在信佛祖 我说你们百分之八十 没有信佛祖 你如果有信佛祖 就不会起心动念 举头有神明 你如果有这个心 不敢起恶念 起邪思淫念 如果你心中有佛 念念清净心 你绝对不会有贪 撑 吃 邪思 这样才是百分之百的信佛 学佛 知道吗 肯忏悔 老师一定接受 老师说过 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没有让他们撞得头破血流 是不可能回头的 碰壁之后才晓得要回来 既然都知道不对了 为什么还要去帮办 你还嫌他们人太少吗 他们有想要回头吗 想要回头的 也回不来 碍于人情吗 有一天 他可以回头的时候 只要忏悔 老师一定接受 好不好 是否需要重新接线吗 要看当时的情况 基本上 已经勾出天盘 你说要不要接线 今天只有三堂课 来这里坐 舍了你们的身 你们的心 你们的时间 这份真诚的心 上天都不会辜负你们的 每一个人都有护道的功德 你来护持这个正规的道场 有没有功德 有 你去护持那个已经跳出去的 老师不敢说有功德 因为他们认同你 你去助长那个X业的 所以为什么说 修到要任理实修 记得你们刚进道场 就告诉你们 要老实修行 如果你闯来闯去 就不老实了 你不老实 不听老师的话 到时候吃亏的是你自己 哪里有道 道在你的身上 放不放命 跟你有没有关系 你是不是想当点传师 如果你不是领老母 真天道的点传师 点不开 你还耽误人家的九旋七族 那个时候你还不了呢 百千万劫 你都要背这个债 所以不要乱跑 好不好 你们老前人 前人 就是做你们的榜样 他们都可以成仙做佛 你们还多想什么 不要想那么多 好不好 今天也是由你们点传师 天命的护持 大家才能平安地坐在这里 还要感谢诸天仙佛的护法 让你们的冤亲债主 没有来干扰你们 所以要感恩啊 谢谢你们 真正护持道场的徒儿们 老师赵网利 每个人销两百个结束 好不好 辞扣黄母架 调服内心的方法 一 放下 二 不愿天尤人 三 忏悔 四 发怨 五 感恩 六 石头烤蹄 七 清静心 海上仙岛东影之光 092心灵之汤配音 三 咱们 七 一 八 八 八 三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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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